在我和段毅结婚四周年纪念日那天,他豪至千金送给我一辆保时捷作为礼物。 没成想就在第二天傍晚,我的新车就在小区的地下车库被人追尾了。 真抱歉,我驾照刚拿到不久,手还不太熟练,你看看哪里撞坏了,我招架赔偿。 追尾我的是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女孩,看到她的态度诚恳,穿着也很朴素,我也就不想多跟她计较了。 没关系的,只是蹭破点七,没什么大碍,不用赔了。 小姑娘文言眨眨眼睛,略带歉意地掏出手机靠近我。 这多不好意思啊,你看方便家的微信嘛,回头我请姐姐你吃个饭,就当赔罪。 离得近,我在她身上闻到了一股茉莉清香,不知怎滴,我总感觉我在哪里也闻过。 我反应慢半拍地掏出手机,好。 回到家后,我坐在沙发上,给段毅发消息,简单说明了情况,然后问她要保险公司的联系方式。 段毅过了很久都没回复,当时刚家的小姑娘先给我发了消息。 姐姐,原来你也是必大的呀,好巧呀,你和你老公居然是校服到婚纱,好浪漫啊,不过我有点好奇,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不会腻吗? 我的朋友圈全部对外开放,我不在乎她窥视我生活,但作为陌生人,她最后一句话有点越解了。 我没直接回复她,而是点开了她的朋友圈也看了看,映入眼帘第一条动态,是她发的精修自拍照,配文,不过而而,十分钟前发布的,不知怎滴,我总觉得一有所指。 我随意地往下又翻了几条她的动态,发现她并没有我认为的那样拮据。 朋友圈里,昨天还晒了一只稀有皮的爱马仕,是我喜欢的款,价格相当美丽,当时我觉得有些肉疼,没舍得让段毅买。 等待段毅回消息的时间,我不知不觉在沙发上睡着了。 醒来,浴室水声稀里里在响,段毅搭在一旁的西装外套也在响,我掏出她手机一看,发现有三个未接电话,都是来自同一个号码。 在对方第四次打过来时,我拿起手机敲响了浴室的门,老公,你手机响了好几次,估计有急事。 段毅打开门,用手将额前打湿的头发往后捋了捋,笑道。 下次老婆,你直接帮我接好了,立马你都知道的。 段毅这副全然信任的模样,让我心里一甜,我笑着把手机塞她手里,还是你自己接吧,万一是你公司里的事,我不就耽误了吗? 段毅揉了揉我头,眼神温柔如水,我老婆真体贴。 见我走了后,段毅立马把水声开大,接通了电话。 怎么了乖宝,不是刚见完面吗? 对面哼唧了几声,撒娇道,我想你吗?想每时每刻都跟你待在一起,没你哄睡,我睡不着。 闻声,段毅脸带微笑,温声哄道,乖宝,我也很想你,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就带你出去旅游,好不好? 得到承诺,对面消停了一点,那说好了呀,不许骗人哦。 说完,他又狡黠一笑,你老婆那辆车好漂亮,我也想玩玩,还想和你在他车里快活。 段毅喉咙滚了滚,声音有些沙哑,乖宝别闹,你今天和书家撞上,已经很冒失了,咱消停一会好吗? 对面岂能放弃,哥哥你真的不想吗? 晚上睡觉时,段毅和我说,我的那辆车漆是进口漆,4S店那边需要调货,得两三天才能不好。 我不已有它,加上工作忙,就把这事全全交给它。 车修好回来后,我敏锐地发现车里多了一点不属于我的味道。 不仅如此,我坐上去后,发现车内后视镜角度不对,驾驶座椅高度也被人调整过。 最重要的是,我在座椅夹缝里还找到了一只耳环。 耳环夸张的造型,多巴胺的配色,让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就浮现出一个人的脸。 我深吸了一口气打开手机,翻出那女孩的朋友圈,女孩置顶的自拍照里,戴的就是这副耳环。 我心口一致,抖着手继续往下翻,但我仔细盘查过后,我惊觉地发现在她那些魔棱两可秀恩爱的照片里,出现了一些我忽略的东西。 我送给段毅的领带,胸针,腕表。 看似不经意间拍到,实则都在暗戳戳地炫耀,那天熟悉的香水味,和一有所指的朋友圈,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 我失魂落魄地上了楼,家里一片漆黑,我给段毅打电话,意料之中没打通。 我抿了抿嘴,进了段毅的书房,电脑解锁了三遍没成功,我刚克制好的情绪,险些再次崩溃。 段毅从前所有的密码,都是我生日加名字,手字母缩写。 如今,这密码和他的心意一样,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悄然地变了。 我呆坐在沙发上,脑袋乱成一锅酱糊,段毅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身上带了浓重的酒气,一看就没少喝。 我看到他在门口晾翘了几回,忍了又忍,最后心软将他扶到沙发上坐下。 段毅顺势搂住了我,乖宝,等我做完这个项目,我们就去冰岛看极光好吗? 我推了推他,没推动,颤着声问,段毅,你知道我是谁吗? 段毅将我搂得更紧,毛茸茸的脑袋蹭了蹭我,撒娇道,你是我的老婆呀,是我好不容易才娶到手的老婆。 文言,我泪如雨下,是啊,我是段毅千辛万苦,才追到手的书家,她怎么能如此对我? 段毅醉得一塌糊涂,很快倒头歪睡在一旁,我从她口袋,掏出了她的手机,输入了密码。 毫不意外,密码解锁失败。 于是我捏住她的手指,挨个试了指纹,试到第三个,终于解锁成功。 我以为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当我看到段毅给那个叫苏青的女孩也备住乖宝时,我的胃突然开始静攣,我强忍着恶心,一点点去翻那些记录。 最新的那条,苏青给段毅发了一张清凉照,哥哥,我好不好看? 段毅回复,在聊播,等我上楼,你可别求饶。 那你说,我和你老婆比,哪个更好? 段毅回,那还用说,肯定是乖保你了,她在床上就跟个木头似的,无趣得很。 看到这句话时,段毅在我心中的形象轰然倒塌。 心口像是破了一个大洞,凛冽的风穿堂而过,我疼到麻木。 我自虐般地继续去看他们的聊天内容,发现原来早在去年三月,段毅就和她搅和在一起。 在我五月份过生日之前,段毅就已经恬不知耻地帮她,在我们家楼上租了一套房,方便他们按通款区。 结婚四周年,段毅送我保时捷,她收到了爱马仕,可她依旧不满,所以故意追尾跑我跟前挑衅。 帮我下楼买瓶醋的时间,他们都还要争分夺秒的,在昏暗的楼道里热吻。 而毫不知情的我,那天还感动段毅下楼楼还不忘给我带朵花,为此还特地拿了一个花瓶精心地养着。 如今才得知,那是段毅在拿来红苏青的九十九朵玫瑰里,顺便抽出来的一朵。 在我以为段毅出差办公的每一次,她都如影随形,段毅带她住最贵的酒店,出入各大高档餐厅。 白天段毅出去工作,晚上回来跟她翻云覆雨,工作结束后,段毅还会特地多留几天。 就为了陪她去打卡旅游景点,网红餐厅。 去年年底,她突然一时兴起,想去看长白山的雪,段毅就抛下生病的我,连夜买了机票,陪她飞去了吉林。 最让我恶心的是,段毅竟然还带着她,还去了姻缘最灵的寺庙里,求签许愿。 红签上,段毅潇洒利落地写着,段毅永远爱苏青。 我死死盯着这张照片,那我算什么?我的十一年青春算什么? 我回了卧室,躺在床上呆呆地盯着天花板,脑海里浮现出和段毅种种过往。 我想到高二那年,学校发生六点二级地震,教学楼剧烈摇晃,所有人都惊慌往外逃窜。 跑到一半的段毅看到我没跟上,义无反顾地冒着余震风险跑回六楼,将受伤的我就出。 劫后余生后,我们瘫坐在地上,我问他为什么要往回跑,不害怕吗? 段毅大喘着气,暗住还在发抖的小腿,冲我扬起一抹笑,怕呀,但我更怕失去你。 少年的炽热的爱,如同正午的骄扬,炽热又明媚。 我偏开他的目光道,段毅,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 自那以后,段毅收起心爱的篮球,开始拿起试卷,抓耳挠塞,跟我请教问题。 短短一年,段毅从吊车尾考到了年纪前两百。 最后,我如愿去了B大,段毅也考上了和我同一个城市的A4大。 先生晚会那天,他溜到我学校的操场,捧着吉他,给我唱了一首告白的歌,我们顺利成章在一起了。 之后的四年,是我们最甜蜜快乐的时光,段毅给足了我爱与包容,惯得我有些恃宠生交。 有一次和段毅闹了个误会,我直接生气撂了电话。 结果晚上就看到本该在外地的段毅出现在我的宿舍楼下,他温柔地将我搂住,耐心地和我解释,怎么能让我们乖宝,带着情绪过夜。 毕业后,我就嫁给了段毅,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期,口袋比脸干净。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一对宿圈戒指和几桌亲友,婚纱都是租最便宜的。 段毅往我手上套戒指的时候,眼里盛满了愧疚和心疼,书家委屈你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补上所有。 我抱住他,笑道,我不在乎那些,我只要你永远爱我。 段毅坚定地对我发誓,段毅会永远爱书家,直到生命终止的那一刻。 当时信誓游在耳边,而枕边人却早就变了心。 一日,段毅起了个大早,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见我脸色不佳,站在客厅中央,段毅赶忙上前拥着我往桌边坐,面带歉意道,乖宝别生气了,我下次一定不会再喝那么多酒了。 我并未动快,沉默许久后,我将目光落在他的T恤上,问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种类型的衣服了? 段毅顺着我的目光,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色彩大胆,图案夸张的T恤。 轻笑道,上次偶然看到小赵穿这一身很有朝气,我就让他也给我买了一件,偶尔换换口味嘛。 骗人,小赵是他助理,平时除了正装就是格子衫,这压根就不是他的风格。 锤在膝盖上的手钻成拳,我紧紧盯着段毅的眼睛,试图从中捕捉到一丝愧疚和心虚。 但很可惜,并没有,段毅坦荡地让我有一瞬间怀疑,昨天看到的一切只是一个噩梦。 可掌心传来的刺痛,让我明白一切都是真的,我张了张嘴,质问的话刚到嘴边,我的手机响了。 照顾姥姥的保姆告诉我,我姥姥突然晕倒,浑身抽搐,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顿时慌了神。 段毅见我神色不对,当即接过我手机,替我处理。 去医院的路上,段毅一边安慰我,一边不停找关系,联系相关的权威医生。 姥姥情况虽危急,但因为段毅妥善的安排,抢救手术做得很及时。 手术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段毅中途出去,替我买了牛奶和面包,我眼睛紧盯着手术室的门口,摇摇头并不想吃。 段毅拆开面包包装,往我手里塞,你什么都不吃,等会姥姥出来了,你还有力气照顾她吗? 我红着眼接过,机械地吃着,眼眶突然蓄满了泪。 我只有姥姥一个亲人了,她会不会? 段毅用力地抱住我,手掌在我后背轻轻地拍着,姥姥一定会偿命地摔着。 别怕,下午两点的时候,手术终于结束,但因为姥姥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后续还要住院观察,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下。 段毅替我去安排后续住院手续,我则回家收拾一些洗漱用品,等我回来时,段毅不知所终。 姥姥已经醒了,她抬手摸了摸我的脸,安慰道,南南别哭,我老了,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我抱着姥姥的手哽咽道,姥姥你别瞎说,你会偿命百岁的,我离不开你。 小段是个好孩子,有她陪着你,姥姥很放心,你们要好好的呀。 听见姥姥提起段毅,我心里酸涩不已,在没发现她和苏青的事之前,我一直笃定我和她能够相伴到老,可如今,我不知道段毅到底还存了多少真心。 如果爱我,为何还要背叛我们的婚姻?如果不爱我,那为什么费尽心思瞒着我? 见我迟迟不说话,姥姥面露担忧,和小段到矛盾了。 我强称微笑,没有,姥姥你好好养病,别瞎操心。 那就好,姥姥希望我们南南一直幸福。 没过多久,姥姥陷入了沉睡,我悄悄退出了病房,心口堵得慌的我,跑到长廊透气,却刚好撞见段毅在打电话。 现在正是公司的关键时刻,我和她爱没了,但还存在着利益纠葛,你在耐心等等,我会跟她离婚的。 好啦,别生气了,乖宝,我等会就回去陪你好吗?今晚她肯定要照顾她姥姥,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站在原地如坠冰窟,竟然如此,原来如此。 我深深地看了一眼段毅,转身离开。 三个月后,姥姥终于痊愈出院,我刚安顿好人,回家在车库里,就被苏青堵上了。 她自顾自地拉开我车门,一脸无辜看向我问道,姐姐,我掉了只耳环,你有看到吗? 车内空间狭小,她身上的香水味让我有些作呕,我冷声道,麻烦你下去。 那只耳环是我男朋友送我的,我很喜欢,弄丢了,我来找找怎么了吗? 说完苏青就在我车里胡乱翻找,把我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嘴里还嘟嘟囔囔道,奇怪了,那天就躺在这啊,怎么会不见呢? 这时,一道刺耳的喇叭声,在寂静的车库里响起。 苏青被我吓了一跳,扭头看我一脸寒霜,又笑出了声,别生气啊姐姐,这皱纹气出来,就更没人要咯。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压怒火问,你难道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 苏青收起笑容,吃笑道,人生苦短,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定那么多条条框框,我自己开心就好喽,再说了我和段毅情投意合,怎么就不能在一起? 你只是比我更早认识段毅而已,有什么好得意的,爱情里不分对错,不被爱的才应该被踢出局。 指甲掐进肉里,我丝毫不觉得疼,我盯了眼前气焰嚣张地咬牙道。 你说的在冠冕堂皇,你也还是小三,不被法律保护,不配在我面前叫嚣,我和段毅的婚姻更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 苏青轻烈地瞥了我一眼,不懈道,你以为段毅舍不得跟你离婚吗? 他早就不爱你了,你死死地抓住他又有何意义? 他的心早就不在你这的姐姐,你还不如早点离开,还能保留一点体面。 苏青这番挑衅算是帮我捅破了和段毅最后一层窗户纸,我力索地将行车记录仪的记录打包给了段毅,然后扔下离婚两字。 不到二十分钟,段毅就赶回了家,见我在收拾行李,他一把摁住了我的行李箱。 你这是在干什么?我眉抬眼,自顾自地叠着衣服,离婚,搬家。 我不同意,段毅不带一丝犹豫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我面无表情地看向他道,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段毅见我态度坚决,语气又软了下来,苏青的是事我不对,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答应你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我仍不为所动,提起箱子往外走,段毅一个剑步拦在门口,拽着我的行李箱,脸色沉沉。 书家,你想好了,你今天要是出了这个门,我后脚就把苏青接进来,你到时候求着我也没用。 我用力拽了拽我行李箱,发现纹丝不动,积压了许久的火气,在这一刻爆发出来,段毅你听好了,行李箱我不要了,我也不要了。 自那天不花而散后,段毅虽没在找我,但他身边的人倒是跟我喋喋不休。 他的朋友发消息劝告我,段毅身处名利场,总会面临很多诱惑,哪怕没有苏青,也会有王青,李青,他只是玩玩而已,心底最在乎的还是你,相伴多年,何苦要闹到离婚。 他的妈妈讥讽我,你和我儿子结婚四年,连个蛋也没生出来,你还好意思闹,男人在外边偷心,还不是因为你自己笼络不住老公的心,怪得了谁。 可他不知道,我和段毅结婚的第一年,就怀了孩子,当时我还没来得及去医院检查,我和段毅就在山里出了车祸。 因为连日暴雨,山里没有信号,我见段毅伤势严重,昏迷不醒,心里又急又怕,只能强撑腿伤,走了一公里路,才找到救援。 最后,段毅得到了及时的救援,脱离生命危险,我肚子里的孩子迷迷糊糊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了。 当时段毅的母亲刚坐了心脏搭桥,我和段毅就把这事瞒了下来,那时候瞒着,此时我更不会与他争辩,我甚至开始庆幸我没有孩子牵绊。 苏青这段时间也没闲着,没少在我面前刷存在感,不是给我炫耀段毅给他买的项链,就是给我看段毅给他买的钻戒。 每天几乎不厌其烦地炫耀他和段毅的甜蜜日常,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时候还好心地告诉他哪里皮歪了,让他再细心点。 苏青气得半死,又开始对我的年龄样貌进行攻击。 我淡定回道,你确实年轻,但你又不会一直年轻,天天这么大动肝火,小心长皱纹。 而段毅这边一直不出面,明显是想耗着我冷处理,我也没跟他闹。 我花了不少心思将他名下财产底细摸清后,就找了律师你财产分割合同。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直奔段毅办公室赌人,婚我是铁定要离的,你要是不同意,我只能用些非常规手段了。 段毅显然没有把我的话放心上,书家,你别瞎折腾了,只要我不配合,我们这个婚离不了。 我知道你公司最近处于融资阶段,如果我不小心在这时候,向你对家爆出一些行业黑料以及你和苏青的厌世。 文言,段毅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书家,我们好歹夫妻一场,你非得把我逼到这个绝境上吗,那也是你的心血。 我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道,既然你没忘记我的付出,那就赶紧和我签字离婚,把属于我们的夫妻财产分割清楚,好聚好散。 段毅的公司能走到今天,有我一半的功劳,当初我看段毅处境艰难,毅然放弃了大厂,offer陪着他白手起家。 段毅专攻技术,潜心研发,我就替他跑业务,拉客户,找供应商。 那时候我的包里常被解酒药和酸奶,在酒局文化上,替段毅喝了一杯又一杯。 为了帮段毅省成本,跑了一家又一家原料厂,货比三家,最后用三寸不烂之舌,替他拿下合作。 后来段毅公司越做越大,我急流永退,在他功成名就之时,甘愿回归家庭,谁承想,最后就落了这么的下场。 我不想再跟他废话,直接将之前让律师拟定好的离婚协议推到他跟前。 是要夫妻财产对半分,还是公司折损千万,融资延迟上市,你选吧。 段毅额头青筋鼓起,咬牙道,你闹了这么多天,还不够吗,非得走到这一步。 我面无表情地将笔塞他手里,签还是不签。 段毅飞着脸拿过笔,没有马上签字,而是仔细地开始翻看协议内容。 半赏后,段毅最后落了笔,把协议递给我钱,段毅盯了我半赏,最后讥讽道。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离婚了,苏卿比你年轻漂亮,有趣,和他在一起,我才像活了过来。 和他相比,你就像一杯白开水,寡淡无味,早就让我没了兴致,离了也好,省得我还要花心思演戏,累得慌。 我接过协议塞进包里,然后拿起桌上的水,不带一丝犹豫,将水泼到段毅脸上,段毅,你就是个烂人。 一个月冷静期转瞬即逝,很快来临,我和段毅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的这天,苏卿也跟着来了。 许诗为了咽压我,他打扮得十分珠光宝气,恨不得拿下八肩看我。 言语间,也尽是肩酸刻薄,惹得路人和工作人员频频侧目。 这年头当小三都这么嚣张的嘛,年纪轻轻的不学好,去做人家小三还这么自豪,真是毁散官。 我端庄的坐在那,不卑不亢,也没有出口反击。 苏卿到底年轻,有些沉不住,当即想跟路人争论他真爱无罪论。 最后还是段毅不想引人注目,于是出声制止,苏卿,你安静些。 当看到工作人员敲下钢印,将离婚证递到我手里后,我才算彻底放下心来。 我眉飞色舞的模样,落在段毅眼底显然让他有些不爽。 苏家,如今你后悔也没用了。 我挑了挑眉,笑道,我只后悔没早点离婚。 离去时,我将苏卿从头打量了一番,皱着眉头摇头道, 你最大的资本是年轻,要是当初勾搭段毅时,你是这一身俗气打扮,他肯定看不上你。 我的这番话让苏卿气的当场跳脚,他大声道, 那又怎么样,苏家你还不是输了,等我和哥哥结婚,一定会给你情铁。 说完他仍不解气,得意地摸了摸自己还平坦的小腹,炫耀道, 对了,孩子的满月酒我也会叫你的。 回应他的只有我的跑车尾气和段毅离婚后, 我把名下房产变卖的部分,如火如荼地开了自己的工作室。 选址,装修,招人,推广,找合作方,我每天忙得头脚倒旋。 经常头发一扎,脸一抹,包子往嘴里一叼,我就直奔公司,一头扎进工作。 苏卿气冲冲找上我的时候,我和工作室小伙伴正在开香槟, 庆祝第一个大项目圆满完成。 说家你这贱人,你给我的导师和父母寄那些东西到底是何居心? 我掏了掏耳朵,温声道,这么大声干嘛,难道光彩吗? 苏卿被我的话噎住,余光瞧见工作室的小伙伴正在二楼撑着脖子看戏, 他气得深吸了几口气,小声骂道, 你有本事冲我来,背后耍音招,把我的父母牵扯进来,你是想逼死他们吗? 离婚后,我特地花钱找人调查了一番苏卿的家世背景和学业情况。 得知苏卿父母是开教育培训机构的后, 当夜我就将他和段毅的聊天记录打印整理成册, 连同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和音频打包寄给了他的父母。 在得知苏卿自打跟了段毅后,就荒废学业, 他的导师对他本就不满后, 马不停蹄地用闪送给他导师也寄了一份。 毕大百年名校,最看重学生作风, 苏卿这件事在校园里闹得沸沸扬扬, 学校对他做了开除学籍的处罚,多年寒窗苦读,一招禁毁。 而苏卿父母的培训机构也因为苏卿的事,断了声援, 现在已经面临倒闭。 苏父气得卧病不起,苏母整天在家以泪洗面, 不敢抛头露面。 这些事,苏卿不来找我,我也了解得清清楚楚。 我看着眼前气急败坏的苏卿,微笑道, 你不是跟我说,不在乎世俗的这些条条框框吗? 如今动这么大气干什么,是你的真爱无罪论没人认同吗? 现在想起当孝女了,当初插足别人感情, 当小三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自己爸妈的脸面, 既然做了,就理所当然要自食恶果咯。 苏卿被我的话击得冲上来,要跟我撕扯, 我看着他隆起的小肚子,灵活往旁边一闪。 你要是聪明人,就给我夹紧尾巴,低调做人, 好好保住自己肚子的孩子,死死抱住断翼这棵大树, 不然你可就什么都没有咯。 文言,苏卿冷静了下来, 他狠狠弯了我一眼,咬牙道。 书家,你得意不了太久,我很快就会成为段夫人, 到时候我会比你风光百倍。 我微笑回答,那我拭目以待。 转眼闭市就入了秋,秋风瑟瑟,落叶满天飞。 我刚给工作室的小伙伴点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就接到了周双的电话, 家家,天大好事。 我刚刚得到最新消息, 段义被人匿名举报,公司偷税漏税, 公司这回被查封了。 我担定道,我知道啊,我干的。 给苏卿送完大礼, 怎能厚子薄笔不给段义准备个惊喜。 我温声细语地对电话那头的周双缓缓解释道, 离完婚没多久, 我就向相关部门匿名检举段义偷税漏税。 之前我为了查找段义和苏卿出轨证据, 无意间在他手里看到的, 他为了公司成功融资, 搞了不少手段, 我举报他避灾。 周双先是拍手称快, 而后又忧心道, 那你名下的房产钱财会受影响吗? 我气定神闲达到, 当然不会, 我和段义签完离婚协议, 我就立马催他做了相关的变更手续, 他的是与我无关。 周双在电话那头, 佩服的五体投地, 还得是你呀, 这才是我认识的书家。 喜欢的时候, 我可以为他牺牲一切, 将他捧上云端, 不爱的时候, 唯一可让其跌落泥潭, 让他万劫不复, 我才不要段义浪子回头, 我要的是他无路可退。 自打周双知道我举报了段义的公司后, 他就跟着雷达一样, 时刻关注段义和苏清的动向, 唯恐错过一场好戏。 段义公司账面不干净, 自然经不起查, 补税, 缴纳质纳金和罚款一套流程下来, 融资的是化作泡影。 段义为此元气大伤, 别说上市了, 公司正常运转都够呛。 不仅如此, 因为资金短缺, 段义的生产线也断了, 他不仅收不回尾款, 还要面临巨额赔偿。 段义迫不得已, 变卖手底下的房产和车子抵债, 破产就在一夜之间。 最崩溃的就是苏清, 本以为将我挤走后, 就能当上阔太太, 享受荣华富贵, 却不料段义突然破产了。 梦想中的婚礼和石刻拉大钻戒 全都泡了汤不说, 连落脚地都没有, 苏清接受不了, 从大平层搬到出租屋, 开始和段义频繁吵架, 闹分手。 而后, 苏清毅然决然地 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还不忘把段义 好不容易剩余的家底席卷一空。 等段义再有他消息的时候, 苏清已经爬上了 一个五十多岁老板的床。 段义岂能咽下这口气, 当即恼羞成怒地找上苏清。 苏清对着一穷二白的段义, 横眉冷对, 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温柔小意。 不打难不成生下来呀, 你养得起吗? 我这么年轻, 为什么要吊在你这棵树上等死? 从前两人有多甜蜜, 撕破脸皮那天 闹得就有多难看。 段乌得知苏清打了胎, 又傍上别人, 吃了好几颗苏啸就心丸, 才缓了过来。 周双会声会色, 给我描述时, 我感叹了一句, 到底真爱抵不过碎银几两, 就再也没有 把精力放在他们身上。 地势落雪的时候, 我在小区楼下的 看到了许久不见的段义。 半年不见, 段义早已没了之前的意气风发,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挺拔的被, 像是被生活压榻似的勾搂着, 眼睛如一潭死水, 眼底尽显疲态。 舒佳, 我们能聊聊吗? 我手里捧着热乎的糖炒栗子, 正冒着香甜的热气, 催促着我赶紧上去享用。 我低头看了看腕表, 三分钟说完, 我冷淡的态度刺痛了段义, 他站直身体, 急急迈了几步, 向我走了过来, 我和苏青已经分开了, 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我猝着眉头往后退了两步, 你要是跟我说这些, 那我给你三分钟都多余了。 段义的手悬在半空中, 僵住了, 你就这么恨我吗? 我确实犯了错, 可我们这么多年感情,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见我不说话, 段义着急地上前抓住我的手, 离婚那天, 我说的都是气话, 我其实一直都爱着你,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嫌弃地将段义的手甩开, 语气冰冷, 够了段义, 你别再心心作态了, 变心了就是变心了, 任何理由都是借口, 你带给我的伤害不是你轻飘飘一句, 你错了就可以翻篇的, 你哪来的脸, 跟我要求再给你一次机会? 段义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舒家, 我, 我的耐心耗尽, 以后请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很显然, 段义并没有将我的话听进去, 第二天早上, 我在楼下又看到了段义, 他跟没事人一样, 江海冒着热气的早餐袋塞我手里, 从前你最爱吃他们家的灌汤包, 我就跑去买了, 你快趁热吃吧。 我瞥了一眼包装, 当即就认出是城北那家包子铺, 我当着他的面扔进了垃圾桶, 神色淡淡道, 我喜欢吃的一直是他们家的小笼包, 只是刚毕业那会穷, 只买得起一份, 所以迁就你的口味。 段义抿了抿嘴, 整个人尴尬又局促, 抱歉, 我现在重新去给你买。 不必了, 你做这些没意义。 然而段义依旧不死心, 中午临近下班的时候, 外边开始下起暴雨, 段义风尘仆仆地跑来公司给我送伞。 我盯着林的一身狼狈的段义, 蹴了醋眉, 我有车, 走地下车库, 风雨都落不到我身上, 我并不需要你的伞。 接连被我下面子的段义消沉了几天, 得知我感冒, 段义又拿着药和自己煲的汤敲响了我的家门。 看到是男人开的门后, 段义脸色瞬间大变, 开口时, 语气充满浓浓的不满和敌意。 你是谁? 为什么在书家家里? 我听到动静从卧室走出来, 看见段义和路然撞上, 我先是一愣, 然后冷淡问道, 你来干嘛? 段义的手死死扣在门框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颤声问道, 书家, 他是谁? 想起段义近日的痴缠, 到嘴边那句, 他是我的合作伙伴, 化作了模棱两可的话, 他都登堂入室了, 你觉得他还能是谁? 说完, 我故意揽住了路然的胳膊, 冲段义灿烂一笑, 我总不能在你这摔倒一次, 就封心所爱, 孤寡一辈子吧, 你之前说的话也不完全有错, 新人新花样, 确实新体验。 段义失魂落魄地走了, 门关上后, 我赶忙松开路然的胳膊, 抱歉啊, 我实在不想段义再纠缠我, 所以意识情急之下, 拿你当挡箭牌, 希望你别见怪。 路然温柔一笑, 没关系, 那日过后, 段义就彻底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再次知道他的消息, 已经是一年后, 在毕大的校友群里, 群里消息滚动很快, 我翻了好一会儿, 才勉强拼出完整的经过。 原来前不久, 段义不请自来, 去了苏清的婚礼现场, 还将苏清的毕超担当新婚贺礼, 送给了接盘侠新郎, 把苏清好不容易重谋来的婚事, 彻底搅黄。 苏清眼瞅着自己到手的幸福, 再次灰飞烟灭, 发了风似的拿刀捅了段义好几刀。 段义身受重伤, 被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 才捡回一条性命。 苏清的父母急得一夜白了头, 跪在段义床前, 求他高抬跪手。 而段义醒来开口, 第一句话就是, 苏清必须坐牢,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苏清最后因为故意伤人被刑拘, 等待他的是漫长而痛苦的牢狱生活。 群里有好事者还at了我, 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得知这些消息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只是平静地将手机放到一边, 抬头望了望天, 今晚的星星似乎格外地亮, 想必明天一定是个大晴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